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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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本港通胀挂勾 设有保证息率4.75厘 以较高者为准 并将于10月10日发行 10月11日在联交所挂牌 可以在市场进行买卖 胡线电视的姐努培音报道 政府招聘约300个 政务主任等6个学位即是 下午5点自治申请 暂时收到近16000人报名 平均50个人差一个位 另外政府在湾仔設立招聘中心 全年招募三个文书职系 负责政府人士 财务会计等的助理文书主任 文书助理和二级私人秘书 过往两年才开位一次 即日起改为全年招聘 并且湾仔税务大楼开设招聘中心 申请人可以亲身报名 有柜台由职员即场解答申请人的问题 也都有技能测验室 面试室等等 投考助理文书主任和二级私人秘书 需要中学文憑史或者会讳五科合格 文书助理就需要中四毕业 三种职位月薪大约15000到18000元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河培欣 到场视察中心运作 说三种职位需要请2700人 期望本年度可以请到七成半 增设招聘中心可以将申请的处理程序 加快半年 辞职的数目并不是特别高 但退休的人数的确是多 这些职位我们的薪酬待遇 其实并不差的 在市场上其实都是一个吸引的 另外政务主任 以级行政主任等六个学位 即是今年度的目标是聘请306人 截至星期四已经收到15700宗申请 所以这个申请数目都令我们很鼓舞 随着疫情的减退 譬如在过去疫情那几年 的确在外国留学的学生 可能对于是否回到香港去做面试等等 是有怀疑的 可能对于这个申请数目都会有些影响 第二就是我们也很积极地 做我们的照片的宣传工作 至于这个招聘中心 会否扩展到其他职系 杨河培恩就说中心属于新尚市 加上招聘的文书及秘书职系 占总编制的一成四人手 所以暂时只会集中招募这三个职系 母线议事记者刘俊玉报道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 中国海警船星期三在仁外朝附近海域 近距离拦截菲律宾海警船的片段 显着中方的做法危险 中国海警局早前表示 是菲律宾的船隻擅长有关海域 中方全程跟踪监视有效规制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放片段 说一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三 在南海仁外朝附近海域 近距离拦截菲律宾海警船 导致菲律宾被迫停船 避免碰撞 有获菲律宾邀请同行的外国传媒 拍摄到双方船隻距离一度不够一米的画面 菲律宾当局曾经表明 邀请传媒登船是为了揭露中方 在南海的挑衅行为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说 事件中另一艘海警船 租中国海警船和民兵船拦截和包围 受了大约八个钟 而两艘体型较小的保级船就设法突破封锁 成功为各潜军艦运送食物和其他物资 菲律宾强烈谴责中方做法危险 违反国际法 特别是防止碰撞规则 中国海警局就在事发当日发声明 说菲律宾两艘运船和两艘海警船未经运海 擅自进入人外招伦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隻进行验证警告 全程跟监 有效规制 重申中国队包括人外招在内的南沙群岛 以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坚决反对非方向非法割潜军艦 运送违规建材 无线电视记者陈卫生报道 泰国曼谷商场冲击案 14岁疑空曾经在军方把场练习 军方正是协助警方调查 曼谷潜拢百丽宫救物中心 Siam Paragon造成两死五箱的枪击案 曼谷由报引述知情人士说 枪手开了大约40枪 其中11枪打中死伤者 警方指怡空在网上用折合大约200元港元买子弹 和大约3300元港元买枪 泰国皇家陆军证实 怡空曾经去过曼谷一个军方把场练习 但没有说明日期 由于怡空并非会员 当局相信他有成人会员陪同 早前由于网上流传 怡空在把场开枪的片段 当局于是展开调查 民族报引述了一个警方指挥官说 怡空接受盘问的时候说 在枪击案前曾经在把场练习20次 不过翻查把场过去10天的闭路电视 都见不到怡空 而10天之前的片段都已经删除 当局要求职员提供有关疑空使用设施的资料 分方也都向警方提供相关资料协助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冲报道 稍后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表现反复 道瓶施工业平均指数跌超过200点之后 转升超过300点 道瓶施工业平均指数 报33389点升269点 标准普尔应白指数报4296点升38点 重磅科技股又买盘 带动大市攀升 美国职位出乎意料加快增长 市场担心联邦处备局将会再加息 大市早段受压 开市道只跌78点 上周早段跌幅扩大到272点 其后转势上升 上周后段升超过300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科技股、工业股和银行股的表现比较好 欧洲股市方面 巴黎Kat指数升61点 德国Dex指数升159点 其他消息 粉朗高尔夫球场举办 沙特亚美石油团体系列赛 是政府收回球场部分用地之后 第一项大型国际赛事 获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尔夫球女球手出战 竞逐100万美元奖金 第一日赛事预约了的可以免费入场棺材 有来自广州的旅客 趁黄金周来香港 说得切在假期最后一日入场 这样的级别的赛事我们本身就很难接触到 包括这些球员平时都在电视上面看到 现在看到他们的实地的运作 包括小孩看到都受到很好的影响 可以说特意 刚刚回来 回来度假 高尔夫球场建屋就太可惜了 因为你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 有这么好的环境 给香港表现香港的成绩 观众机不离手 捕捉世界级球员的风采 现场也有摊位 给小朋友感受高球运动 好像这样 然后挥出去要很用力的 如果打到终点会很开心 球员比完赛之后 主办单位也都安排他们 和小朋友分享打高尔夫球的心得 好像在后面就是香港高尔夫球代表陈芷晴 赛事一连三日举行 星期六日要买票入场 主办方说合共有3500人登记 我们有一个选择的地方 还有国际客人 还有国际客人 也有国际客人 我们有很多关注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国际客人 这个地方 已经已经有几年 前几年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去看球员回来 政府9月收回舟球场32公斤土地 部分改革为宠物公园和暴行径 财势期间租回比球会 用作泊车、社区参与等等 无线电视机11等级形 警方过去两天赌破6个毒品储存仓 拉了两男一女 检获约值2700万元的怀疑毒品 警方说留意到近年大麻油海外输入香港有上升的趋势 星期三开始一年两日采取行动 检获一批大麻花、海洛英和大麻油 警方星期四分别倒破位于柴湾、长沙环、大围和桂兴四个毒品储存仓 一共检获大约37公斤的大麻花 2.8公斤海洛英和700多支大麻油 以涉嫌犯外危险药物及製造危险药物 拉了一男一女 其中29岁本地男人 涉嫌将在大围的私人住宅单位 用作制毒工厂和毒品储存仓 警方在单位中检获一部点交机和加热机 透过那部加热机将高浓度的大麻油加热 期间就加热一些稀释的物料 以及混入一些香气 然后再经由点交机就注入入烟蛋里面 再向吸毒人士售卖 大麻固自然有害 贩毒集团居然更加透过这种土炮的方式 将大麻油加工 混入不知名的液体和化学物品 令到吸食人士的身体相上加上 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可耻和无量的 警方星期三也都在九龙湾两个工厦单位 发现有破开的木造卡板 相信检获的61公斤大麻花 被收藏在卡板的夹心 再重新包装 行动里面拉着一个19岁的本地男人 其中两个男人被落案起诉 星期六在观塘法院提堂 警方仍然调查两宗案件有没有关联 无线电视记者不解宣布了 美国政府宣布将恢复在南部边境兴建围场 阻止非法移民入境 被视为重大政策逆转 总统拜登说 相关撥款由上届政府撥出 不能够改变用途 在美国德州接任墨西哥的伊格尔柏斯市 星期四有不少非法移民 越国铁丝网进入美国 有官员清除铁丝网上面留下的三桶杂物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宣布 为了压制非法移民进入 拜登政府将会首次动用行政权力 在德州南部豁免执行26项法律 从而兴建更多边境围场 部长马约卡斯就说 相关撥款是在2019年 前总统特朗普任内撥出 拜登政府多次要求国会取消 但没有实验到被逼依法落实 又强调政府没有制定新的边境围场政策 他又说单是德州斯塔园 这个财政年度就录得 大约24万5千人非法入境 有迫切和即时需要 在边境一带建造实体屏障和道路 兴建边境围场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承诺 长期遭到民主党反对 现任总统拜登前年1月上任之后 曾经承诺不再用纳税人的钱 兴建边境围场 因此政府这次决定被思维在立场急转弯 不过拜登就说 是国会拒绝将勃款重新分布去到其他用途 令他别无选择 有强调不相信边境围场会起到作用 墨西哥总统罗佩斯就批评 授权起边境围场是倒退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特朗普就说 政府的行动证明了他的政策是正确 认为拜登应该道歉 拜登和特朗普都已经宣布参加明年的大选 有分析说移民问题可能成为选举议题 而拜登政府的决定 将会令到他受到左翼支持者的批评 浩仙电视记者朱绍伦伯德 各位好 我是李萨浩 内地十一中秋国庆长假最后一日 头七日已经超过一百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 每日平均人次比五一升一成半 不过零售管理协会说旺财速度不及旺定高 在高铁西九龙站的离境大唐 早上已经逼满内地旅客 赶在中秋国庆长假期最后一日回内地 大部分长途列车车票已经卖光 去了太平山然后做了天心小轮基础的游客行程 然后花费的话大概在三千万 没有特别购物所以省了很多 主要也就是想来看一看祖国的大河河山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水上乐园 很开心 因为香港有很多就是和内陆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就很新奇 入境处数字显示 由中秋节当日起计七日 有超过一百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 平均每日有十四万多人 较今年五一黄金周多大约一成半 有连锁珠宝首饰电话 整体生意额较五一黄金周上升大约三成 国际金价也是半年来伸低 所以也刺激到有部分的消费者可能趁低吸纳 今年始终都是双春兼潤月 我们经常都说结婚好时年 但是吃喝玩乐行先 但是始终都需要办喜事 人民币那个汇率贬值 大家都担心那个汇率会不会继续下去 所以买金都是他们其中一个保值的方法 零售管理协会说 个别行业生意的确有明显升幅 部分升幅更加超过六成 但是整体来计就只有一两成 形容旺财幅度不及旺定 现在人民币那个真是没那么好花了 在香港 将我们香港免税 以及一阶以来我们的售价 都是有一个竞争力在这里 那都是削弱了的 现在其实是很多旅客 主要都是为了真是旅游观光 而他们真是单独为了消费 或者甚至是高消费的目的 这个真是少了很多 游客来香港的目的转变 加上他们的消费力 也都是减弱了不少 以至其实人流是见得到的 但是那个消费那方面 就和人流就不是成一个正比 他又说旅客对烟花会 燃市集等的兴趣比较大 希望政府牵头举办 更加多类似的活动 吸引旅客在圣诞节 或者明年农曆新年期间访港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如报道 内地估算黄金周有超过8亿2千万人次 留在国内旅游 达来的旅游收入达到7500几亿人民币 铁路部门预计回城客流 昨天达到最高峰 内地8日超级黄金周最后一日 北京南站人头涌涌 不少由天津、长海等回程的旅客 陆续到步 我去参加婚礼去了 顺便去玩了 很容易就买到了 而且坐的是从苍州西过来的高铁 才50多分钟 非常的方便 当局预计这一日接载153万人次旅客 其中北京地区的占大约四成 站方家派人手维持秩序 又增设夜间免费接驳车 广州南站同样人潮不绝 通往地铁站的入口大排长浪 铁路部门就预计 星期五回程客流达到最高峰 全国铁路单日接载1880万人次 公路方面 过八条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车流量 比星期四上升近一成 中秋节当日去到星期五挨披 高速公路网车流量 屡计近五亿价次 在广东省由佛山洗往广州的方向 下午三点几轻微倒失 车流量达到每个小时1.6万价次 文化和旅游报推算 八日内又超过八点二亿人次留在国内旅游 比去年同期增加七成 较疫情之前2019年多百分之四 旅游收入方面有大约7534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高近1.3倍 较2019年同期轻微上升 多个省区的旅游市场也都大旺 内蒙古头五日吸引超过1453万人次到访 是去年同期的大约5.4倍 也都比疫情之前2019年高出近三成 旅游收入有近100亿元人民币 下去年大约6.3倍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内地八日的中秋国庆长假期 北京零售和餐饮业等生意暢黄 大部分在非游客区的酒店说 由于入境游未完全恢复 入住率只有五成多 游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近年成为年轻人行街热点的北京东城区 隆福寺一带 国庆长假期人头涌涌 这个市集售卖古着食物小食等 和旁边的美术馆音乐活动 入场费每位39元 为什么会尝试奶 好玩 看着美女 有卖手工艺品的青年当主 满意销情 平均每天有多少 平均就是四五千块这样子 手工的东西本来就比较小众一点 不是那种很大众的风格 而且它价格又不是很贵 市集旁边的这个新商场 在假期期间还进行中装修工程 有当主就说对山有影响 不过相信长远会吸引更多的人流 数据显示 假期头三日 北京市多个商圈的客流量 按年增长由四成到九成多不等 超级市场 餐饮电商等企业的销售额 较去年增加一成八 有游客区售卖雪糕和茶饮的老字号 生意更加录得九成的升幅 有酒店人士就说 黄虎井前满等延满的景区 中高档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 不过非游客区的生意 最多是和2019年持平 我们现在十一更多的接待的是 暑期没有来北京的一些家庭 那这些家庭可能在整体的消费力上 没有暑期当时那么的高 人工成本和我们的经营费用也都涨价了 所以我们今年基本上策略就是 在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区间 然后我们去做这个生意 所以今年的出租率也是我们预料的 就大概是五六十这种情况 他希望国际航班和入境旅客量能够 尽快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政府说自至昨天中午最新巡查了 红山半岛山泥倾石位之外 临海的三十四间独立屋 当中有四成已经入屋 除了一间之外 其余全部都有潜见 不计最初有严重潜见的四间独立屋 当局说剩下85间临海屋 当中三十四间已经展开巡查行动 首批十间独立屋有六间已经入内守正 全部都有潜见和非法占用官地 当局星期三起 也已经进入第二批其中八间屋试察 左部怀疑至少七间有潜见和非法占用官地 确实数目要继一步核实 除了两间当局要申请法庭首领入内 其余18间的业主已经联络政府安排试察 当局下星期会继续巡查行动 警方成功捕破一个机仓老鼠集团 拆人涉嫌在机上盗取旅客信用卡 再到尖沙咀中港蛇间酒铺消费 七名男女包括集团转路被捕 涉款62万 行动检获多张信用卡和扣像卡 也有多张单据 又在涉案酒铺检走300支名贵羊酒 由尖警区过去两个月 一共接获8个旅客报案 说信用卡在机场被偷之后 随即被盗用 于是联同机场警区共同调查 发现有责人趁其他乘客休息的时候 打开行李柜 或者拿走行李偷走信用卡 他了解集团招募非本地的人 承搭由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反港客机 还特意选早机落手 当这些机仓老鼠偷走信用卡之后 随即去到中港城交给集团主脑 并去到同一间酒铺铺卡 每宗签帐12000元都58000元 一共涉款62万 拆人从中拆帐 每个人可以获几千元的报酬 交易监局里面是购买一些某年份的密卡 威士忌 而当我们搜查这部收银机的库存的时候 发现了它超过100支 但当时当我们搜查的时候 其实现实的铺面是一支存货都没有 他们每次的唐卡有大量不成功的交易 亦即跟着之后 他们就会再将每次交易的银码下降 分开很多次 去令到逃过银行向卡主发出验证码这个要求 从而作出多次这些交易 警方星期三展开行动 以涉嫌盗舌 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等 拘捕7个28至51上的男女 包括集团主导 调查后发现 走铺老板也是一个保险经纪 他的银行记录有大量来自内地的资金 不排除他协助内地客人缴交保费 涉嫌洗黑钱 警方提醒商户 如果发现可疑人士的交易应该盡责查问 否则也有可能违法 武汉经济记者 刘传玉不道 伊朗在囚人权运动人士穆罕默迪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表扬他对伊朗政权压迫怯的反抗 以及争取人权自由的精神 伊朗官方通讯社说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他 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51岁的穆罕默迪 是德克兰民间组织 人权捍卫者中心的副主席 多年来一直为伊朗受压迫的负累发声 穆罕默迪的英勇抗争 付出了重大个人代价 由于加入人权捍卫者中心 危害国家安全 反政府宣传等罪名 伊朗政权拘捕他13次 定罪5次 边打过100次 总监禁刑期31年 获奖一刻仍然在狱中 不过入狱无了他继续反抗当局的不公 前年伊朗女子阿米尼因为带头巾不当 被杜德警察拘捕后死亡 触发多个地方大规模示威 穆罕默迪曾经在狱中写信 公开当局在监狱里面 虐待女囚犯的细致 引起国际社会哗言 诺贝尔委员会说 在这场示威里面 示威者广泛使用的标语 女性、生命、自由 正是对穆罕默迪贡献的最贴切总结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ishes to honor her courageous fight for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Iran This year's peace price also recognizes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in the preceding year have demonstrated against the theocratic regime's polici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targeting women 穆罕默迪是历尼第十九位获洛贝尔和平奖的女性 亦都是继2003年伊朗人权女律师伊巴迪之后 第二位获得一项殊榮的伊朗女性 报线电视记者朱少林伯良 有时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新闻时间 一个男人输入18本羊村贵本 承认一项输入煽动刊物罪被判监4个月 是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 律政司首次以这个罪提控和定罪的案件 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 38岁被告梁居明被控输入煽动刊物 说他今年3月联同蔡荣达输入18本煽动刊物 包括阳村守卫者、阳村十二勇士等等 意图引起憎恨或藐视中央或特区政府 或激起对其离叛等等 辩方求情说 涉及的刊物相对少 属于自用 也都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涉及分法 被告角色轻微 参与程度相对低 只是协助尝试收取书本 而不是书本的拥有人 而被告被捕之后 主动参与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认识国家安全 希望法庭考虑今次是单一事件 被告重犯机会低而轻判 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惟德判刑的时候说 涉案刊物主要罪述社会事件 用狼比喻特区政府和中央 指导抹黑 丑化中央邪恶华文等 情节充满歪曲观念 而他本对象是低至四岁的儿童 意图向心智未成熟的小童 散播对中央政府的仇恨等等 罪责应该较重 如果煽动思想 成功在思想脆弱的年幼一辈 值根和滲透 有机会带来跨台影响 裁判官又强调 任何名理的人都知道 涉案书本属于煽动 被告明知故犯之下 连同他人输入相关物品 变相助长 鼓励海外人士继续制作相关物品 散播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因此判被告即时入狱四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 一个六岁女童感染夹型流感 并发严重肺炎 维生防护中心说 个女童过往健康良好 上星期六发烧 前日出现咳嗽 女童曾经两度到人安医院求诊 因为症状恶化和呼吸困难 昨日到伊丽莎白医院 并入住儿童心切治疗部 目前仍然留意情况稳定 作部调查显示 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 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 已经出现病症 终身发言人提醒 高风险人士包括长者和儿童 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美国白宫据报借安排 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个月在三藩市面对面会晤 希望有助稳定两国关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去年11月在印尼出席 20国集团峰会期间第一次会面之后 外界一直猜测两人何时再次会晤 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说 白宫已经开始制定计划 令美中两国元首下个月 在加州三藩市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 一个官员说相当确信两人将会会面 另一个官员就说拜登期待和习近平会面 但暂时还未拍板 报道说中方也都希望推进会面 相关计划将会在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 未来几星期访问华盛顿之后确定 路透社引述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的电邮 说中美两国一直保持沟通 需要扩大诚信合作 但就没有提到习拜会 中美今年2月因为气球风波 关系进一步恶化 拜登近月多次说期待和习近平会面 又对习近平上个月缺席印度举行的 20国集团峰会感到失望 有分析指 习拜会若果成事将会带来改善 两国领导人都希望稳定关系 但任何一方都不会作出实质让步 所以会面只会产生暂时效果 国务卿布林肯等多个美国高级官员 早前相计访华 国家副主席韩正和王毅 亦都分别在海外会晤美国官员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上星期四会见上海美国商会代表团的时候 说中美关系近期出现了 一些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 希望共商界朋友 为深化拓展两国合作交流 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尽心发声出力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山报导 日本秋田园美香丁 有三只熊闯入塔塔米工厂 在里面躲在近一日之后被捕杀 发现熊出没的巡邻人员说 相信是一只成年熊和他两只幼熊 星期三早上入塔塔米工厂 警方持盾牌到场戒备 又请猎人尝试以炮掌客走熊 但不成功 之后在工厂出入口放两个铁笼通宵等待 星期四早上发现他们被运在笼里面 将他们运上车带走 但忧虑放山他们会构成安全威胁 最终决定杀死 专家说由于日本今年熊类食物欠收 他们被迫到居民区找食物 导致熊出没个案增多 秋田园今年已经发生30宗熊 襲击人类的个案 法国巴黎今年举行奥运 近期藏室为患 当局展开全城灭失行动 并出动检测犬搜寻藏室出没地方 距离法国巴黎举办奥运会不够一年 当地正面对藏室这个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藏室以人类血液为食 令人非常恨养 在地铁和器院等公众地方横行无忌 也会匿藏在衣物背囊中周围去 寻找下一个目标 就算不进食也都可以存活一年 交通部长博纳日前同业界开会之后 说最近几个星期接获几十宗 在地铁和火车上发现的藏室报告 都证实毫无根据 暂时没有发现任何藏室 当局将订立监测和消毒计划 出动检测犬搜寻藏室出没的地方 并且每三个月公布有关资讯 呼吁民众无需警方 分精灭虫公司说 民众服务需求上升 有上满造家居灭虫的技术人员说 全国有十分一人被塞咬 而巴黎就有四分一的民众被塞咬 又说民众现时一旦被昆虫爹咬 不管是否由藏室引起 就直接寻求灭虫服务 灭虫工作量巨大 尽管有检测犬协助搜寻 专员仍然会用蒸汽噴窗 对房间进行全面灭虫 政府发言人日前说 全球暖化加速藏室传播 藏室问题对法国的卫生 经济、交通和旅游业造成影响 当局将在总理博尔内 星期五召开的部长会议上 制定快速有效的全方委应对措施 处理藏室问题 减轻民众的担心 无线电视机车一层为三报道 印度东北部的山洪暴发 死亡人数增至至少41人 大约100人仍然失踪 走救工作持续 在部分地区有车埋在泥泥之中 事发在印度东北部石金邦 当地近日连长暴雨 令到一个由冰川活动形成的 湖星期三崩厥 洪水涌向下游 多人死亡和失踪 当局設立20多个营地 安置2万多名灾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